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鹏 豆角烧茄子是一道非常普通的家常菜 相信很多人都喜欢吃 也是饭店里面卖得非常火的一道菜 这道菜要想做的好吃 其实它的做法也是非常简单的 今天有空就给大家分享一个豆角烧茄子的家常做法 整道菜的成本不到5块钱 而且特别的好吃又下饭 接下来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看一下 我是蒋安周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一把新鲜的豆角 给它清洗干净以后 将它的头部切下来去掉不要 然后再把豆角改刀切成大概5公分左右的长段 现在正是豆角大量上市的季节 这个时候的豆角是非常好吃的 而且豆角它的营养价值也是非常丰富的 我们平常的时候可以多吃一点这个豆角 将豆角全部切好之后 给它装进大一点的盆中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根新鲜的长茄子 把它清洗干净以后 再把它的头部切下来去掉 接着我们同样的再改刀切成大概5公分左右的长段 然后再把茄子改刀切成厚片 最后再将它改刀切成长长的粗条 在切分过程中 茄子是不需要切的太细的 把它切的稍微的粗一点点就可以了 而且尽可能的把茄子切的均匀的大小 这样的话才能保证 在后续的烹饪中 每一条茄子都可以均匀的成熟 我们将茄子全部的切好之后 先给它装起来 备用 我们将主配料准备完毕以后 接着再准备些许的小料 准备几个大蒜子 先用刀给它拍一下 拍过以后 再用刀给它稍微的再剁一下 把它剁成蒜末 将蒜末切好之后 用小碗先给它装起来 下面我们再准备几个新鲜的小米椒 将辣椒粑切下来去掉以后 紧接着再给它斜刀切成马蹄片 如果不爱吃辣的朋友 我们也可以少放一点 或者是不放辣椒 把它全部的切好之后 先给它装在碗中备用 下面先准备个小碗 先提前的准备个料汁 往小碗中添加适量的食盐 还有一点点的鸡精 再往里面添加适量的蚝油 还有半勺的松抽酱油 胡椒粉一点点就可以了 还有玉米淀粉一勺 最后我们再往里面添加小半碗的清水 用勺子给它搅拌一下 将它搅拌均匀 让里面的所有调味料充分的化开 将其搅拌均匀之后 先放开一旁备用 下面我们开始烹饪 起锅烧油 把油温烧至六层 然后先把沥干水分的茄子 放进锅中切炸一下 给它炸了将近一分钟以后 接着再把豆角也放进锅中 给它过油一下 我们在炸制的过程中 用锅铲给它不时的轻轻搅动一下 让里面的所有食材都可以均匀的受热成熟 而且我们在炸的时候 火候要保持持续的中大火 给它不停的炸制 将食材 炸至变色 炸至成熟 这过程大概是三到四分钟左右 亲爱的朋友们拍摄不易 如果觉得我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那么就麻烦您对着屏幕帮我点个赞呗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 都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 在这里真心感谢您了 感谢您长期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感谢大家 我们将茄子还有豆角炸透以后 接着用肉勺 给它迅速的控干油分捞出来 下面再重新起锅 往锅里面添加少许的油 然后下切好的蒜末 还有小米辣 用小火给它煸炒一小会 把蒜末炒出香味 给它炒出香味以后 接着我们再把提前调好的料汁 倒进锅中 开火把料汁先煮开 用锅铲给它不停的搅动一下 让里面的水淀粉充分的长熟 让料汁变得浓稠 这时候我们再把炸过的豆角 还有茄子重新的放回锅中 然后开大火 给它快速的翻炒一下 将它翻炒均匀 用锅铲给它不停的翻炒几下 让里面的茄子 还有豆角均匀的裹上料汁的味道 让其均匀的入味 因为豆角和茄子已经是炸熟了 所以这一步我们不需要翻炒太久 只需要给它大火翻炒均匀 炒出锅器就差不多可以出锅了 就这样这道好吃又简单的家常菜 豆角烧茄子就已经制作完成了 最后关火给它出锅中盘 然后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这样做出来的豆角烧茄子鲜香又味 而且搭配上大米饭真的是绝配 最关键的是整道菜的成本不到5块钱 作为家常菜来说也是非常的经济又智慧的 而且这道菜的做法也是非常简单的 相信你看过以后就已经学费了 如果您也喜欢这道菜的话 可以收藏起来改天也试做一下 好了今天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就得点赞关注留言并转发哦 点我的头像进去 还可以看到往期更多的美食做法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